这里是补房 不是饭堂 饭脸不认冷的倔虑 好心没好报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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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找错人了 你要是自杀的话 就是抓错了呀 那现在怎么办 尸检报告都出来了 只能放人 能怎么办 你怎么来了 要和你说出话呀 我去换点衣服 什么铁林的饭碗 你亲自送啊 平平也不用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再着说了 你对她的事也不关心啊 我今天可要关大型了 你 去后面去 美女将你不许出来 哦 说 说 做 做嘞 同理说啊 我今天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你还有功夫到我这儿来啊 想找个人说说嘛 这种事情会江湖的 迟早都不会碰什么 由不到自己呀 你的事我不感兴趣 你可能会感兴趣哦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刘律师 我对你蛮不错的呀 总是这个样子呢 我什么样啊 我什么样啊 我还不是像从前一样嘛 晚上在鲜乐司唱歌 白天在家里睡觉 你是说 我没有给你死会啊 你自己心里清楚 好 那我们换一个话头 你觉得 是本优重要 还是挣钱重要 挣钱重要 像你这种人朋友如衣服 今天成兄道弟 明天一翻脸 还不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不都是为了钱吗 我是问你呀 我没有朋友 也赚不了什么大钱 那铁铃和郑起人哪一个重要 什么意思 你晓得我什么意思 我就想听听你说实话 实话 我们两个之间不需要说假话吧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你赚钱重要 是吗 好嘎 拿去 这是之前我答应你鲜乐司的股份 律师弄好了 刚刚拿过来 从今以后你就是鲜乐司的大老板了 不要再说晚上去唱歌 郑晓芊这种话了 就算我死了心了 是也有你半样的股份呢 一小半好吧 一小半也是一大笔钱呢 这么简单就要拿出来 什么意思 你晓得吗 我不知道 也就是 我不想来赢的 所以到现在还不碰你啊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不让碰 这股份我就拿不到了 一大笔钱呢 我半辈子不用藏也足够你了 先给我 好 出去说 为什么不说的呢 推幅 不要等了 不要等了平衣安卖怪哦 不要等了平衣安卖怪哦 我走 好 太好了 来吧 老子把你像女神一样的公子 你敢上高校你小的吧 多少人睡过你了 七哥也睡过你 你就是个拉伙你小的吧 你下家不一样了 现在和同学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又男人了 对 谁呀 说来我去哪儿 我听听 告诉你也没有用 我喜欢她她心里没有我 就这么回事 雷 是 你这样有意思吗 没意思 所以不让我碰 所以我要她拿场对劳我 你要是碰 我就死给你看 股票倒是锁到保险柜子里面去 那是我的 你敢动 我一定死给你看 哥 快两点钟了 您让他去吧 ocado 给弦遥柜子 穿抗爪 您什么给我 我这需要 我本人都只想要 咬毒自尽 你带人到漫漫剖房 訪人 您不去嗎 龔董局也不派人 我希望這個人 不是知道 明白嗎 阿雅董 我平常走了 喂 我把他活的送进来 你把他弄成死的 这事你要是让我失望 但你和他都是死的 小德 小德 我与天灵二人近日一劫进来 如有违心三道六个洞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异性兄弟了 你不会要杀我吧 起来啦 我炉子上热的泡饭 我去给你尝一碗 没事 我不喝 对了 昨天晚上天灵有没有问我去哪里了 问倒是没问题 不过我看他好像 好像有心事 昨天到老马那儿去 买了把剃头刀 刚才小翠告诉我 他到老胡那儿去要了半瓶那个修鞋的浇水 你说奇怪吧 知道了 对了 晚上我要去接点他 你昨天啊 你昨天还说 他是我们家的房客 过不了几天 人家就搬走了 跟我们家没有关系了 你今天怎么 我和他讲点事情 我再不方便是吧 那我走好了 出去搓麻将去 我和他吃过晚饭之后 还要去一趟普房了 还要去普房啊 我就去看看 不会再过夜了 好 成了 好 廖孝林要是不死 都对不起我这份安排 对了 别忘了做冰块 这个我们会 你放心 田丹 许先生 田丹 田丹 来了 是吧 进来说话吧 我刚才到后门去 别锁着 是不是在整理东西啊 没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有些事情 我想同你讲的 现在啊 如果没事 我们到红宝市吃饭吧 哪个结账啊 我结 好呀 杀杀你 点点贵的东西吃 也不好太贵的 你讲的事情 重要不重要啊 也重要 就看事情有多重要 就点都贵的吧 我都听到了啊 吃东西也到红宝市 你们俩太想情调了 方太太好 你好 西先生 我正在上班 要不然 我下班以后 先去红宝市等你 好的呀 田丹 我去拿你给徐天之的围巾 看看样式她喜欢不喜欢 方太太 喜欢的 什么样式我都喜欢的 这样好了 我把围巾也带到红宝市去吧 好呀 那我先走了 别忘记跟你妈妈讲一声 讲好了 方太太 再会啊 走了 还叫什么徐天妈妈呀 干脆叫妈妈算了 本来嘛 明明两个人心里面 都成一个人了 表面上还客气来客气去的 徐天大定主意 让田丹远离 此时她心情混乱 她根本无心觉察 天丹正在谋划的杀菌 你只能去红宝市 你们俩不是在这碰到的吗 本来徐天打算到药店就说的话 敷衍成到红宝市在说 可她怀疑 到了红宝市 让田丹离开的话 还说不说得出口 日日相处 渐入佳境 长相厮守都来不及 徐天几乎可以肯定是要出事了 当然首先是铁力 那天廖孝林从车里拿枪折回麦兰部房 在门口又被两声枪响堵回去 徐天就断定 廖孝林对铁林替了杀心 本来徐天应该打个电话 或者亲自再去一趟红宝 询问盈左和廖孝林 再掀了词彈化的结果 もしもし もしもし 喂 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问 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徐天坚持 盈左一定给面子 因为铁林并不太妨碍盈左的事 却大大影响了廖孝林在日本人面前的信誉 如果连一个手下都摆不平 日本人以后会把他当成一条再没用处的狗 盈左看得明白 如果徐天成为日本人的伙伴 铁林变眼顺利成章 铁林无条件地信任徐天 一个固惧可贵的朋友 廖孝林 有没有多带几个人去 不用 一会儿到了麦兰部房 你在门口等着就行了 好 铁钢 铁钢 去大三原第一间房 谁铁钢 谁铁钢 我铁钢 你几啥子 只管去电号房间回到这里就好了 那我开车送你去 那能这么啰嗦 有人问起来我在哪里 这时候不知道 好 出去吧 下的了 丫头 铁钢 丫头 丫头 何依 小雞 戴上 千七 非常自然 你再看看 你们都出去巡街去吧 我要跟我这个杠头侄子 说几句私话 是 犯错案子 不配合上司的调查 拘不宜交 还开签 威胁纵话 听你的直播过分吧 换作别人 轻一点的 我敲掉他的饭碗 重一点的 我找他更大的麻烦 你怎么老这样 你让你爸怎么办 人家当巡谱 天天都有好处 你呢 天天都是麻烦 这也是我 不是我写的 要毒刺杀 你看我今天没有带人来 那是为了给你面子 醒了 开门放人 然后回家去 孝敬你老爸几天 走这样 该多好啊 我还是你快还是我快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徐晓晓 给林在里面包 在 要怎么在 麻烦 身上拿钥匙 你身上拿钥匙 我身上拿钥匙 拿只手拿钥匙 拿只手的骨头穷碎 起立 你疯了你 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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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哥 你也是来放人的是吗 我在说 黄远 今天谁捧这串钥匙 我的警棍可不认真的啊 你看看 你看看 他脑子进水了 验尸报告 和放人的命令都在这儿 你看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份验尸报告我信不过 那你信什么 我陪你去一趟验尸房 你信我吗 老总 能不能求您 开个先例 好啊 但是 但是 他看了还是不信 还是不放人怎么办 听见了吧 廖总都这么宽容你了 是不在一时总要过去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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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很快 等我 把压房给我开好 你好 我好 你房门 然后我快点 我快点 给你 你把晓师傅 清真黄语 那个 这样就算的包奸你走 进去啥时候到 房间都订好了 你问东问西 你想死吗你 滚滚滚 滚 滚滚 二位就跟着他进去看吧 小总 他也贴学长面子了 你知道个屁 谁让他 是我拜马兄弟的儿子呢 年报早点的 有一块钱两个牙影 由于药物 小范围就浸泡 牙影不中清洗 牙影的范围里 有一个加层 加层翻开来 有一些胶囊的存渣 换却结果表明是清化物 就这些了 谢谢 放人 死长 前真晚全 他自己把药 蒙在了衣服的里面 日本人想要活口 根本没想要他的命 那一生呢 你是个治安巡捕 没必要跟这同为什么 这事是怎么算的 你不是讲道理吗 不放人没道理的 他不是钱杀了的人在算 日本人的掌持早要和他们一起算的 这事都在做寻补没意思了 这事都在做寻补没意思了 你之前自己不是说了吧 总要有人做寻补 不然扛乱 我停止了 总比门面好 把钥匙交给廖曹 对 老总的车 你帮我给他吧 开什么玩笑呢 我躲还躲不及呢 我玩着干什么 有的财单有事情了 被我喝点了一碗 我一听起我头对他 快去 你把钥匙送回去 不再放心 放下这个 我把钥匙送回来 我把钥匙送回来 来 金爷请 金爷 今天吃什么 请一户相片 把门带上 不叫不许进来 金刚哥订房间 叫了两份外卖 吩咐也结在包房上 去查 再多一句弄死你 是是是 人呐 要听权 你这样 钢头做到底 要吃亏的 金哥是真的在大三岚等了吗 是 他打电话来问了 我说没事了 他说 他在那里等你 去喝酒 这好开得快一点吧 不着急 有事呢 你那天 你那天 那两枪真是走火吗 那天如果你真的开完房门 我那两枪 也有可能不是走火 按说 我是你叔叔 我也是你的上司 你真的不把我放在眼里吗 你真的不把我放在眼里吗 租界是个有法律的地方 巡捕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 杨叔叔 你是法租界的总华捕 可在我看来 你的所作所为 连一个普通的巡捕都比不上 我说句心疼啊 这话不逼我不说 我的眼睛里容不得傻子 天皇老子加上我爸爸 如果他们不是东西 我照样看不上 等下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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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哥不在 他们别去吃饭去了 去什么地方了 他们在 我不想得到 你在吃什么呀 我在吃红杂丝头 大三元的外面香吗 嗯 香得很啊 你注意好喝一口 好好吃啊 你去哪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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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真的不知道回了家 该怎么对我们家老铁去说了 哥 你怎么不喝了 两个人坐在一起喝酒 只有我一个人断杯子 多无趣啊 我不喝 我等一下办事情 我喝了酒办不好 伤害滩发租界 惊艳 还有办不好的事情 天灵 我想同你所去讨训我的话 我能有今天 一大半是靠你 没有你就没有今天懂 谁对我好 我就对谁好 哥 他们听我的指 我不在乎 真正让我开心的是 能够和你结议 由你做我的兄弟 这才是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 喝酒 喝酒 徐先生那批药的事情 我办得太贪心了 不要怪我 不怪你我怪谁 算了 谁让你是我哥呢 哥哥凑了 那烦你喝一杯酒 这一杯 无法 哥 你记住 混码头归混码头 杀人放火 黑了良心的事情 不能干 混码头哪有不杀人放火 不黑良心的 如果你黑了良心 那就等于是我黑了良心 我们是兄弟啊 如果是你惹上的麻烦 那就是我的麻烦 谁要是敢找你的麻烦 我跟着拼了 你不信 我这辈子谁都不感谢你 就信你 你的眼眶怎么 怎么红了 兄弟 如果哥哥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不要怪哥哥 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不能做 但是 你可以对不起我 不许对别人黑了良心 要黑只能黑我 然后 杀人放火 杀人放火 杀人放火一定不能做 一定要做的话 杀我 你怎么说我心里松快多了 要真的松快才好 真的 再喝一个 我酒量小米 我喝一点点 你把这一杯喝完了 好吧 那今天你摆明了是要惯我 是啊 为什么呀 你不醉 我不敢对不起你啊